各部落文字站配合全国三级警戒 全数暂时观战 瑞瑞乡公所也借此向原民会 争取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计划的支持 先提出了复明村 以及五鹤加拿那部落特色道路改善经费 总共300多万元 乡公所今天快马加鞭 展开现场会刊 希望能够尽快发薄动工 在疫情降级前就能够完工 瑞瑞乡公所建设客 将代表林玉芬 会同厂商针对了部落特色道路计划建设 再度现场亏刊 从北端的复明武鲁站部落 一路看到南端五鹤加拿那部落 希望规划更能够贴近部落的道路景观 去年就积极提报 争取原民会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计划 现在三项提案全数获得原民会合定通过 其中复明以及加拿那部落两件计划案 总共获得原民会300多万元的经费 协助地方改善 那分别两个案子 一个是不明的争取到115万 那加拿那部落的这个部分 我们争取到220万 那目前已经 已经核定行已经来了 那今天来看就是说 来做最后的确认 然后准备要开工来施作 那我们真的感谢我们 公所很认真的来提报机会 也谢谢原民会给我们这样的经费的益助 让我们的部落建设更好 那生活品质更好 防疫期间各部落文件站 配合防疫三级警戒 全数暂时关站 三公所也趁此向原民会争取改善 这两区块的部落道路 提供部落长者一条安全舒适的交通环境 如今原民会也核定补助300多万元 会同线刊的村长也乐见其成 因为这里面大概有十几户 十几户的人家在这里住 就要靠这条 这一条就一条通路而已 就能够全部更新 让他们这个住户能够 有一个安全的交通道路 结束今天的现场会看后 乡公所也立即展开规划设计 希望能够尽快发包动工 以期待疫情降级解封之后 部落道路景观也能同步惯然一新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